美國的經濟將會如何?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但情況似乎不是很好 我們剛剛見過 油價跌至負貨 即是給錢拿走 現在會升上去 但一元左右油價一元一桶 歷史性新低 除了五月份的期貨之外 六七月份似乎都不會很高 所以電油不用問了 在未來都不會太貴 這裡每一公升 今天已經見到少於一澳元 大約是九號四指左右 這樣就可以有一公升 算是很低 在疫情之前我們試過是個六個七 這裡節省了一半 當然油公司不會把他們的利潤 全部轉過來給我們消費者 所以我們可以在一元以下就算了 而在這個疫情之中 如果大家看數字變化實在太快 所以一些傳統的統計就變得沒有用 現在人們就開始說 我們一定要找一些很密 但很常出的數字 才可以對經濟的狀況可以知道 其中也可以看到現在經濟的改變影響很大 例如距離大家買東西 發覺在這段期間 電商在網上購物那些 就做到做不切 而因為不准出街 不准去公司 那些大的商場不開 所以零售業那些就慘了 沒有工做 因此大量零售的就被 要不就炒了 要不就要他放無薪鑑之類 因此那裡就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但另外一邊 電商那邊就做不切 因為有電商 接著引致的就是 那些速遞就做不切 因為那些人買東西網上買 買完之後有人送到上門 所以那些速遞員做不切 而在另一方面 就是我們平時日常生活的 超市 蔬菜 超級市場的 基本日常用的 以往來說 這個超市市場很穩定 你不用指望它會突然上升 突然下跌 因為人們吃那麼多 做那麼多 基本上沒有什麼大改變 所以超市的增長 通常跟通脹和人口有關 你多了人吃多了東西 人沒有什麼增加 超市自然沒有什麼好增加 除了跟著通脹之外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但現在因為很多食股不開 所以大家又被迫 就是多了人家吃東西 所以超市的蔬菜店 那些生意就好了 尤其是超級市場 但那些濕市場 就很慘 因為大家嫌它什麼 所以就去超級市場買 所以超市很好 但是其他那些不行 而有一大堆的 專門供應餐廳的飲食業 那個行業 它就慘了 餐廳不開 除了那些在餐廳服務的工作人員之外 它的上游 即是供應食物給這些 餐廳的公司 也不行 因為通常餐廳要的材料 和超級市場賣的材料 是有些不同的 例如高檔一些的餐廳 它要求那些肉類 會比較高檔一些 通常那些肉類 就會首先供應了餐廳 因為餐廳可以給得起錢 那麼超級市場 有沒有那麼多高級的肉類 而另外有些蔬果 以往有些 例如Micro Vegetables 那些種子發了牙出來 剛剛成形 小小棵那些 那些其實是在餐廳上很多的 但是 你超級市場賣的 基本上不會買的 那麼現在這些呢 你那些餐廳不開 那麼這一部分的行業 有大問題了 所以其實現在的經濟 是存在於形 那個形態和以前不相同 有些人開心 有些人就慘 但通常大致來說 都是不好的 而呢 另外現在也開始 很多人開始在家裡做事 那現在這個在家裡做事 我相信呢 就會經過這次之後 會繼續延續下去 因為其實在家裡做事 有很多好處 也都有不好處的當然 你可以在公司裡面 和其他同事一起聊一下 或者交流一下 一起討論一些問題 更容易一些 現在就做不到 唯有網上 視頻開會 那麼 好處在哪裏呢 節省了時間 不用去上班 但是呢 不好處就是 那些很多東西 就沒那麼方便 但是呢 以一 用來支持這些在家裡辦公的 那些材料 那些東西 就很好賣 很多人在家裡做生意 在家裡辦公 所以就是家裡的家庭用品 比如打電話 電話 視頻用的那些 影視器材等等 現在就非常好生意 那因此呢 現在這個新的轉型之後 我就覺得呢 其實要對經濟的指數 其實應該做一個更改 看看呢 到底呢 用什麼的角度 來都再量度 現在 在這個新冠之後 那個經濟的發展 但無論如何 我就跟大家看看 就是在美國的方面 他們有一個呢 就叫做 U.S. Weekly Economic Index 那就是美國每一周的經濟的指數 簡稱就是W.E.I. Weekly Economic Index 那這裡呢 它就已經 其實不剛剛開始做了很久的了 所以就 這裡有一個 就是歷史上的資料 比對呢 就是2008年的 次案危機 和今次 在那個時候 次案危機的時候 它呢 那個指數呢 就是跌了 是-3.5 左右 不夠-4 但今次呢 在現在這個 2020年的 4月18日為止 那個禮拜 一個禮拜之下 就跌了 就是跌到去-11% 那 那個開始 那裡 就在2008年 在2008年的時 已經慢慢游 大約是1.5% 跌到去0 然後去到2009年 的時候 就去到-3 -4 但今次呢 它就是 大約是2% 左右 直跌下去-11 這個是懸崖式直跌下去 所以呢 其實這次的影響 其實是非常之大 所以我們要看看 到底這個指數呢 是量度的什麼 他就說這個指數 有10個量度的點 來自不同的研究公司 將它合在一起 他就說有一個 第一個就是 Redbook Research 有一間公司 這個就是 在不同的店鋪 每個禮拜生意的比較 和上個禮拜的生意額 這個就是零售的生意額 另外一個 第二個就是 Initial Claims fo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就是 首次申請 是 失業的保險的數量 我不知它是用多少人 或者是用多少銀碼 總之現在這個 第二個量度指標就是這個 第三個量度指標 跟失業有關 就是Continuing Claims fo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繼續向保險公司申請 失業保險的賠償 第四就是 根據 American Staffing Association 就是 美國的上班協會的 staffing index 就是上班的指數 就是有多少人上班 這個四和二三 就是大家互相互補 四就是上班的人 二和三就是去找救濟金的 去申請失業保險的 中間有一批人就是失業 但他們都沒有保險保障 所以就純粹沒有保險 這裡還有一批人在 所以二、三、四 其實在量度就是就業情況 第五就是 Consumer Index 即是 消費的指數 我這個不知道 消費指數的量度是什麼 是不是量度 餐廳或者其他東西 第六就是 工業方面 就是看鋼鐵的供應 RAW Steel Production 就是由Ame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 所提供的 講鋼鐵的生產量 第七就是用電量 Electric Utility Output 到底在生電壓的電力用了多少 第八就是現油 U.S. Fuel Sales to End Uses 那就是 那個星期 到底買了多少現油 給美國的消費者 第九就是 美國的鐵路交通 我也不知道它怎麼量度 鐵路交通 是不是要量度 貨運量 就是有多少噸含之類 這幾是和經濟的貿易有關 第十就是 Fertheral Withholding Tax Collection 收多少稅 在這裏和香港不同的香港 就是你每年計 報稅 報完稅一次過繳稅 在我們西方局這裏 例如我這裏也是 它有一個叫Withholding Tax 即是說 你每個星期 我們這裏每兩個星期 出去撤糧 每兩個星期出去撤糧 出糧的時候 它就順手幫你收這些 那些叫Withholding Tax 就交了 由你的僱主 直接交給稅局 然後到年尾 跟你結帳 然後看看 到底 那個Withholding Tax 收多了你 還是收少了你 收多了你 收多了你 就給你一點 收少了你 就向你再追加其他 我們這裏是這樣的 所以可以從聯邦的收稅 從你的角度來看 就可以量度到一些人 到底有幾多經濟活動 那這個十件事 再很快再重複一下 那十件事 一個就是零售業的 第一個就是零售業 一個禮拜堂 一個禮拜之間 所售出的貨物的價格 另外有三個 跟那個就業有關的 一個就是第一次申請 第二個就是繼續申請 第四個就是 到底有幾多人在工作 第五個就是 Consumer Index 就是消費的指數 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讀什麼 第六個就是 講鋼鐵的生產量 第七是講電力的生產量 第八是講燃油的消耗量 這個燃油的消耗量 就包括兩件事 應該就是 包括個人私家車用的燃油 以及 一些遠程的貨車所用的燃油 第九就是 鐵路的交通 第十就是收的稅 這幾個這樣 合起來合起來 就組成 這個就是WEI 如果大家看看近期的跌幅 其實是很厲害的 我剛才說 就要看十幾年 直線下跌 如果我看近期 其實跌幅也很厲害 一個禮拜就跌了 第一個禮拜跌了 大約是三點幾 接著又再跌多個三點幾 張銀四 接著就跌少了少少 跌了大約是一點幾 接著又再跌 大約二到 接著又再跌多大約一半到 所以總共價格不是跌了 去到負十一 但大家要記住 它也是由大約是一至二之間 跌下去的 所以現在來說 目前美國經濟應該就一般 一點都不好 至於怎麼可以走出這個困局呢 現在也不知道 為時尚早 他們現在就說 上五月一號 就要重新可以復工復課 我搖頭 這個是非常之差的主意 因為現在的疫情還未控制得好 而堅硬復工復課 引致疫情再一個第二波 是一個非常之大的傷害 因為這個傷害可能比你不復工更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值得博 但美國人的想法跟我們不同 他們就 不是勤力 而是沒有辦法 如果你不復工 你沒有飯吃 所以很難說 現在的世界很麻煩 正經歷 知名歼